这一节我们来学习日语的指示词和疑问词 用以指代说话现场某事物名称的词就是指示词 指示词是以kosoa打头的有规律的词类体系 在不知所指为何物时要用疑问词 疑问词一般用do打头 因为指示词和疑问词在形式和意义上自成体系 所以我们统一称作asokoto系列 指示词有两种用法 一种是所指物在说话现场 我们叫现场指示 另一种是所指物在谈话和文章中出现 我们叫语境指示 今天我们先学习现场指示的用法 指示词的第一个系列是kore soreare 用来指特定的事物 如 これは日本語の教科書です 这是日语教材 日本語の辞書はsoreです 日语词典是内本 あれは体育館です 那是体育馆 当说话人和听话人在同一位置描述某事物时 kore soleare的指示范围如图一所示 近处的用kore 远处的用are 处于中间位置的用sore 当说话人和听话人处于不同的位置时 kore soleare的指示范围如图二所示 处于说话人周围区域的用kore 处于听话人周围区域的用sore 零双方都很远的用are ここ そこ あそこ 用来指特定的场所 比如在参观校园时 我们可以说 ここは一年生の教室です 这里是一年期的教室 そこは图書室です 那里是图书馆 あそこは事務室です 那里是办公室 还能用于存在句当中 比如说 田中的包在那儿 あそこに先生がいます 老师在那儿 当说话人和听话人 在同一位置描述某事物时 ここ そこ あそこ的指示范围如图一所示 近处的用ここ 远处的用あそこ 处于中间位置的用そこ 当说话人和听话人处于不同的位置时 指示范围如图二所示 处于说话人周围区域的用ここ 处于听话人周围区域的用そこ 离双方都很远的用あそこ この その あの也是指示范围 用来只是特定的名词 指示范围和前两个あそこし その あの放在形容词前面 比如 我们要说 对应前面三个系列 分别可以使用疑问词 どれ どこ どの 比如 天中的香蕉茶是哪个 田中さんの消し込むはどれですか それです 询问某中所时用どこ 比如 不好意思 请问師匠前在哪 すみません 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 あそこで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老师的车在哪 先生の車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か あそこです 我的毛子在哪里 私の帽子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か そこにあります どこですか あなたの後ろです 審問特定的目示物是 用どの加名詞的形式 比如 あのカバンは誰のですか 那个包是谁的 どのカバンですか 那个包 あの黒いカバンです 那个黑色的包 あれは田中さんのです 那个是天中的 最后 我们再补充几点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 当所指物为复数时 可以使用これら それら あれら 但大数数情况下 用これ それ和あれ 比如 即使是有两个以上的玩偶娃娃娃 我们可以说 これは私の人形です 也可以说 これらは私の人形です 而明确表示了 这些全部都是我的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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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将疑问词作为语使用 比如 这样的说法也是正确的 第三 用于从三个或三个以上的事物之中 选择其中之一的时候 从两个事物之中选择其一 我们要用 同样 哪本是填中的书 使用不同的疑问词 提问的背景是不一样的 比如 どれが田中さんの本ですか 表示被选项有三个以上 どちらが田中さんの本ですか 被选项只有两个 以上是日语 Kouso Ado系列的基本用法 总体来说 他们的现场指示的指示范围是一样的 区别在于 これ、それ、あれ、どれ 用来指示东西 ここ、そこ、あそこ、どこ 用来指示场所 この、その、あの、どの 要修饰某个名词 希望你能掌握好这些知识 以便我们后面的进一步学习 明天在这儿 我们也会用来指示的 词